环玉大世界带您关心 乌克兰再添加抗俄利器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北约峰会透露 丹麦跟荷兰援助的F-16战机 已经在送往乌克兰的途中了 今年夏天就能够投入使用 北约75周年峰会在美国华府登场 原乌抗俄依旧是会议重点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透露 援助乌克兰的F-16战机已经在路上 美国放行丹麦跟荷兰援助乌克兰F-16 但基于安全考量数量保密 不仅如此挪威也宣布 将捐赠6架F-16战机 协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空袭 美国总统拜登在北约工作会议上 呼吁各国加强各自的国防工业 别让俄军超前 北约10号发表联合声明 当中提到乌克兰入盟不可逆 并承诺长期援屋 明年内将是少提供400亿欧元 约台币1.4兆 此外联合宣言也关切中俄伙伴关系 北约直接点名中国是乌俄战争 决定性的支持者 敦促中国停止援助俄罗斯 北约联合宣言也提到 印太地区的发展 会直接影响欧洲和大西洋地区的安全 因此将加强跟印太伙伴的对话 来应对跨区域的挑战 这是日韩纽澳四个印太国家 首度纳入北约宣言 显示中国对印太地区的威胁与日俱增 北约也高度重视 成为人编译